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捞沉船迫在眉睫 于是水下考古队伍随之组建起来 中国水下考古也因为南海一号开启了新航程 然而 想法并不等同于现实 想要安全的发掘于打捞南海一号 需要满足不少前置条件 谨慎做好各类前期准备 专家们十年如一日制定出了史无前例的发掘打捞方案 终于使打捞南海一号的想法变为现实 那么 这艘古老商船究竟是怎样被发掘打捞的 从想法到实际方案的背后 暗藏着中国水下考古工作者 哪些显为人知的故事呢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研究员魏俊 做客白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考古手记第二部 今天播出第四集 从想法到方案 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接着聊南海一号的相关话题 上一集中间我们说到了 考古队员根据南海一号的情况 提出了采用比如说像 阴虚的甲骨坑的这种整体打包的方式 以及瑞典瓦沙号战舰的考古打捞的方式呢 对南海一号进行相关的考古的工作 但是理论的这种想法和实际的工作之间 它实际上并不能完全地划等号 因为我们想要让这些理论的方案或者想法 变成这种现实 它需要有一系列的前提条件作为准备 对于南海一号来说 它的前提条件主要在于两方面 第一个呢是海水的海况 特别是海水的流速 大家都知道如果海水的这个流速过快了的话 影响到我们的工程人员在水下进行相关的工作 当然这个打捞的工作就没有办法正常地开展 第二个呢是海底的抵制 南海一号所沉没的这个海域 它下面到底是什么样的啊 如果它有一些障碍物 让我们整体打捞的这个想法 也没有办法完全地实施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事情应该很好理解 因为这个海水的流动的速度一旦过快 会影响到水下工作的工程人员的这个安全的问题 以及它施工增加了很多的这个难度 在沉船的周围或者它的下面 如果我们有一块比如说像大石头 或者是基岩这样的阻碍物的话 未来的在整体打捞的过程中 穿底梁的工作就没有办法很好的实施 整体打捞的这个方案 也会变成一个空中楼阁 没有办法具体的执行下去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考古队就需要首先解决前几条件的问题 当然从2003年的时候 其实考古队已经开始邀请了我们的 各方面的这些专家 包括水温工程的 包括海洋气象的 以及这个海洋工程方面的相关的专家 参与到我们整个的打捞活动中间 前期也获得了关于海矿的和抵制的一些相关的资料 现在为了让这个方案更加的准确 更加的科学 我们需要对这些相关的这种前置条件 做进一步的这个细化 以及进一步的科学的探测 我们首先做的工作 就是对海水流速的这个测量 大家会觉得这个海水流速的测量 应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 因为我们用海水的流速剂 就能很容易地测出海水的这个流动的速度 但是实际上啊 实际操作的时候并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它有很多的这种限制 以及有很多的这种特殊的情况 因为大家都知道海水 它并不是一个这个从上到下 是一种军衣的状态 海水是分层的 也就是说在不同的深度 它的水流的方向啊 水流的流速啊 以及能见度 是有比较大的这种差别 所以我们对南海一号 这个地点相关海矿的测量呢 一定是要全深度的 就是我们从沉船所在地点的海水的表面 一直要测到沉船所在的海底的这个位置的整个的海水的这种流速的状况 同时呢 还要是连续性的这个长时段的这样的监测的效果 才能采集到未来能够真正指导我们打捞的相关海洋的水流的流速的相关的这种数据 我们对于出海去测量海水流速的这个时间上呢 其实也是有特别考虑的 我们选择的时间一定要是每个月农历的上旬的出二出三 或者农历的十七十八这几天 为什么要选择这两天啊 因为这两天呢 实际上是我们的月球和太阳的这种引潮的合力达到最大值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海洋的潮水是达到天文大潮的时候 海洋的水流的流速也达到了这个最高 一般情况下 这种速度呢 就代表了这个每个月的海水流速的峰值 同时呢 我们对于一个地点测量的时候呢 还需要选择一个连续的时段 这个连续的时段呢 根据这个每天的海水的涨落的这种规律 一般海水的这种涨落的规律呢 是每天有两个高潮位 有两个低潮位 那我们会选择这个全时段的 从高潮位到低潮位整个时段的这样的一个测量时间 按照一天四个潮位的时间来核算的话 那么我们每次测量的时间就确定为六个小时 这样的一个时段 从测量的深度上来讲的话 我们用流速距测量 是从海水的表面开始往下测的 每隔两米呢 我们会放一个这个流速剂 然后每次测大概一分钟左右 这样会在一个测点 从表面一直测到海底的这个位置 获得了整个的数据 当第一个数据测量完了以后 我们再移到第二个测点去测相关的数据 这样经过我们之前安排的计划 会测量一系列的这种海水的流速的数据 根据这种综合我们就得到了南海一号所在的这个海域的 整个的沉船的上部的海流的相关的这种情况 测量的结果应该说是非常理想的 我们测到这个海水表面的这个流速呢 天文大潮的时候大概是每秒钟0.74米 这个流速实际上是符合水下工程的相关的这种要求的 就是人在里面做工作是一个非常好的这种状态 从海水的这种分层的这种角度上来讲的话 我们也发现说从表面到海水底部的这些水流的速度 是在逐渐降低的 表面的海水的流速最大 越往下整个流速越慢 所以整个海洋的海水的流速的情况 是非常适合于进行相关的这种工程作业 我们再来看看抵制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也知道这个之前2001年开始 我们对南海一号进行了相关考古的调查 视觉的相关的工作 所以我们对沉船周围的这种环境呢 应该说有一定的了解的 当时知道沉船的船弦的外侧 比如说两米的范围内 以及这个深度两米的范围内 基本上是淤泥所覆盖的 再往下 就是两米以下的这个范围到底是什么样 有没有礁石啊 有没有相关的这个 呃 计言呢 这个情况我们是不太了解的 所以呢 考古队对这方面的调查呢 就采用了钻探和浅地层泡面仪 相结合的这个调查方式 对于沉船外侧的这个区域呢 我们采用了 采取海底离芯的这个方法 当时用的这个仪器呢 就是海底离芯的采样机 其实采集这个离样很简单啊 就是在沉船周围的话 我们基本上在船头位置 在船尾位置 以及在船的一侧的位置 大概选择距离沉船的这个边缘 1.5米的这个距离 下钻孔 然后了解整个海洋的这种成绩物是什么样的 因为这部分的工作呢 主要是由这个海洋的工程人员来操作完成的 所以当时的考古队主要是在水面的工作甲板上 做相应的这种观察 以及记录泥沉的相关的情况 当时大家心情应该说很紧张 因为如果抵制的情况不理想 你可以想象 未来的这种沉箱的下压啊 穿底梁的工作啊 都没办法实际进行 整体打捞也会变成一个空中楼阁 但是随着一管管的泥浆被从海底提出来以后 大家的新组件放下来了 因为我们发现抽出来的第一管的泥浆的状况 是非常的理想的 第二管的状况也很理想 后面的几管的状况都显示了 在这个区域沉船周围的海底预济物的这种情况 堆积的这种情况是比较一致的 就是它从海底底面开始 往下大概1.5米的距离呢 都是一层我们称为叫流树状玉璃 所谓流树状玉璃通俗一点讲啊 就是稀泥巴 但是这个稀泥巴呢 它又不是那么凌固 它是完全介于这个固体和液体之间的 就是可以有一定的流动性 大家可以想到说这层泥是很软的 但是在这个1.5米以下 到28米的这个深度呢 它是一层我们称为软树状玉璃 这种软树状玉璃的硬度会比上一层要高很多 讲一个通俗的比方 就是我们捏了这个泥土以后 会觉得像橡皮泥的这种感觉 就是它有一定的这种硬度 然后再往下28米以下呢 是这个粘土还有粗沙 这种军衣的构成呢实际上比较好 我们作为这个城乡整体开挖 它周围挖掘的工作面的深度 就是到海底底面以下大概30米的距离 这种距离上我们看都是不同这种组成状态的这种淤泥 那对于整个的这个开挖 以及未来的穿底梁的工作应该是非常有利的 对于海底的情况 当然你没有办法通过钻探的方式来获取 因为有沉船这样遮挡着 如果你直接往下钻探的话 会破坏沉船跟沉船上的文物 我们就采用了另一种可以探测海洋泡面的仪器 叫潜泥沉泡面仪 通过这种泡面仪的扫测 我们也获得了相关的这个数据 那就知道沉船以下 它的情况和周围的情况 和周围钻探的情况也是比较一致的 底质比较均一 里面呢也没有大的石块 也没有这个海底的这种基岩 所以它整个的这种状况是符合 整体打了我们之前所设定的这样的潜泥条件 南海一号的打捞 是我国海洋打捞和水下考古技术 相结合的一次重大创新性实践 在水下考古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 从南海一号被发现到打捞上岸 经历了整整20年人员培养 技术经验积累和方案论证 在此期间 无数考古学家参与到南海一号考古项目中 将他们的人生与这艘神秘古船 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那么这些考古学家 是如何成为南海一号水下考古队员的 为了稳妥地打捞南海一号沉船 考古队员们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我呢就是在这个海洋抵制调查期间 参加到南海一号的考古队的 我也想说一下我和南海一号之间的 这个相关的这种情缘 我是在2002年的时候 当时在北京大学考古专业 学习了11年之后 拿到了博士学位 然后选择到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来工作的 那个时期呢 我的研究的方向主要是新世纪时代 通俗地讲啊 就是史前人们生活时代的 相关的这种考古工作 那么我的工作和研究的内容呢 和以这个唐宋以后的遗存 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水下考古 应该说是有蛮大的这种区别的 我也没有觉得这个自己未来的这种工作 会和南海一号签上关系 但是2003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 实际上挺大程度上改变了 我后面的整个的这种研究的轨迹 有一次啊在聊天的时候 我们的一个从事水下考古工作的 一个同事就跟我讲啊 说国家文物局啊 马上要组织再办一期 水下考古专业人员的培训班 培训班已经在我们国内停了四年了 中间有四年的时间没有再办了 现在要重新开始了 大概是全国的第三期的水下考古培训班 因为广东呢我们一直是水下的文物跟沉船 保存的情况都非常好 而且这个内容也非常丰富 同时呢因为又有南海一号的这个项目 所以国家文物局当时的想法说 我们这个培训班虽然只招20名学员 但是呢未来会给广东预留两个名额 让广东有人能够参与到这项工作里面来 能够培养更多的这种水下考古的人员 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现在回想起来啊 当时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 是想这个之前的这种耳濡漠然 听我们的同事讲的南海一号的 或者水下考古的相关这些趣事 吸引了我呢 还是自己想挑战一下自己这个 未知的这种学科 就跑去跟领导说 我也想去参加水下考古的相关的培训 未来能够在广东的水下考古工作中间 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但是没想到领导当时就给了我一票冷水 大概的意思就是讲说 你是做史前考古的 你专心做好你的 你南地区和这个东南亚地区的 这种新生气时代考古就可以了 南海一号的相关的工作 或者说水下考古的相关的工作 跟你的专业隔得比较远 这个还是不要去做了 可能大家会觉得奇怪 说你不都是做考古的吗 至于说是唐宋以后的 还是新生气时代的 这个能有多大的区别 其实这个中间的差别还是蛮大的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讲 在医生里面 专科的医生有内科 外科 儿科 副科 不同科目的这种 不同专科的医生 其实对于其他这种专科的 这个内容的了解的程度 相对都会比较弱 这个我们的考古也是一样 我虽然是从事史前时代考古的 是做考古相关的这种研究的 但是我对于其他时段的 或者其他内容的 这个相应的这种考古的工作的 了解程度也没有那么多 所以对我来说也是一个 这个全新的挑战 当然 所里面的领导这样说的话 他有他自己的考虑 我觉得也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当时 反正就是一门心思吧 所以当时我也很反复地 在跟领导去说 表达我自己想参加 相关的这种培训的 这个意愿 最后就同意我去参加 这样的一个培训了 于是就给了我一个 后面这个和我们的 精美的这种水下文物 去接触的机会 我也没想到后面 我把我的 未来的十年的时间 都和南海一号的 相关的这个打捞 跟考古的工作 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而这个所里面同意 我去培训了之后 后面经过了八个多月的培训 我终于拿到了这个 毕业证书 然后回到所里面 而这个时期呢 南海一号的 整体打捞的方案 正在编制的过程之中 所以呢 所里面也很缺人手 那当时就说 你有了信任力量加进来 你肯定要加入 南海一号的这个项目 来参与相关的工作 所以我后面就参加了 南海一号相应的这个工作 对于南海一号的 整体打捞的方案的 这种制定来讲的话 国家文物局 其实还有另外的要求 那么当时呢 国家文物局说 这么重要的一个 南海一号的考古项目呢 不能只有一套方案 一定要去制定 另外一套的笔选方案 于是呢 国家文物局就指定 国家博物馆的 水下考古中心 去编制一套 南海一号原地 打捞发掘方案 并且同时让广东省文化厅 去组织编制 南海一号整体打捞 及保护方案 广东这边呢 其实接到这个任务以后 因为前期2003年的时候 我们已经向国家文物局 提了我们的这个原则方案 跟基本的设想 所以这部分的工作呢 主要是在 前期方案相关的基础上 去做进一步的 深化的工作 在这个里面的话 这个 我们的主导单位 我们的参与单位 跟配合单位 还有相关聘请的 这些外聘的 第三方的 这些技术的团队 大家都紧多密鼓地 投入了这个方案的 制定的过程中 每天都在忙 南海一号的 相关的这种事情 可能除了饭睡觉 都是跟方案制定 或者编制 相关的有关的工作 但是好在是 一切的环节都进展的比较顺利 为了保证我们的整体 打捞的这种方案的完备性 我们还做了一系列的 这种模拟的试验 比如说我们 按照城乡设计尺寸的 这种大小 按照它的六分之一 去做了一个小型的模型 然后我们租了一个鱼塘 在这个鱼塘里面挖了 比较大的这个坑 在里面在田上 和南海一号底质 比较相似的这样的淤泥 然后我们再用 微缩的城乡 来做模拟的 比如说它的下沉 它怎么样在底部 把这个底梁穿上 怎么样把它起掉的 整个的过程 这种模拟的试验 这种试验呢 其实也给我们 积累了很多的经验 我们发现后面在 具体执行南海一号 整体打捞的这个方案过程中 前期的这种经验 跟相关的这种参考 帮我们克服了很多 各种各样的这种困难 南海一号 是我国迄今为止 发现的海上沉船中 年代较早 船体较大 文物储存多 且保存也较完整的 远洋贸易商船 因此 如何才能稳妥地进行 南海一号打捞工作 是一大难题 对此 专家们提出了两个 不同的考古方案 原地打捞发掘方案 和整体打捞及保护方案 那么 这两种考古方案 都有哪些区别 原地打捞发掘方案 是否存在风险呢 2005年的时候 国家文物局就在北京 召开了一次 这个专家论证会 就是讨论这两个方案的优劣之处 未来我们南海一号考古 未来要向哪个方向走 当时参加这个专家论证会的专家一共有20名 专家的来源呢是比较广泛的 除了有考古的和文物保护的相关专家之外 还有海洋工程海洋气象 沿土力学的相应的专家 以及海军方面的这种专家的代表 这些专家都是国内各行各业的这个领军人物 其中我们的沿土力学的这个专家 请的是中国工程员院士 葛修润院士 葛院士呢 刚刚主持完成了这个长江山峡里面的 一个叫白鹤梁遗址的保护的相关的工作 白鹤梁呢 是在重庆的福林区的这个长江里面的一条石梁 大概有1600米长 这条石梁上呢 这个从唐代开始呢 就是不断地有人在上面做各种各样的提刻 在上面刻字 记录一些相关的这种水文变化的情况 以及刻一些相关的这种图像 比如它刻的有鹤啊 有观音啊这样的图像 1200多年的历史中间呢 不断地有人在上面去做这样的这种提刻 一共我们发现了有160多方 号称是这个世界第一的水文战 因为在1000多年的时间中间 一共记载了70多个这个长江的枯水期的 整个的水位变化的情况 当时要修这个长江这个三峡的大坝 没知道三峡水库一旦修起来以后 它的水位会提高 白鹤梁这个遗址就会完全被淹没到水下去 对于这个遗址怎么样去保护 国内的专家其实当时也进行了认真的考虑 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最后国家文物局呢就采取了我们的这个文物专家提的这个追踪的方案 就是建一个水下的博物馆 未来把这个江中间的这个白鹤梁照在这个水下的博物馆里去 观众可以通过岸上的这个扶梯进到这个水下的博物馆 可以在水下的环境里面去看到这个白鹤梁的遗址 葛院士呢就主持去制作了这样的一个水下博物馆的这种设计的方案 让我们的这个观众可以通过水下的这些闲窗去观察在江中间的 水中间保护的这些水下文化遗产 所以这样的一个水下的工程呢 在国际上也引起了非常强烈的这个反响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他的介绍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网页上 也把白鹤梁遗址的这种保护和展示的工程 作为国际上非常有代表性的这种典型性的案例之一 所以我们请了这么多专家呢 对我们的方案进行讨论呢 实际上也是群测群立 也是希望通过这些专家的力量 让我们的这个方案具有更多的安全性和这个科学性 首先汇报的呢是国家博物馆他们主持制定的这个 南海一号原地打捞发掘方案 它和整体打捞方案虽然在组成的环节上 都是考古和打捞两个环节 但是呢两者在这个工期的组织啊 在这种设计的理念啊 在这种打捞的前后的这种程序方面 是有非常大的这种差别的 原地考古打捞的这种方案呢 它提出来的一个基本的设想是 先考古再打捞 先清空相关的这种文物 再用沉箱把沉船的船体打捞出水 运送到这个纸钉的这个岸上的位置 进行后期的这种保护的工作 当然专家在听了这个方案的汇报以后呢 提出来一个疑问 当时之所以考古界提出了 这个整体打捞的这个设想 是因为南海一号所在的这个位置的海水 是没有能见度的 你们现在提出一个 先用这种考古的方式 来提取文物的这种做法 那你们怎么解决能见度的问题 当然这个问题是一个很核心的这个问题了 国家博物馆对此呢 应该说是早有准备啊 他们就提出来说我们利用这个沉箱 来改变南海一号所在这个区域的 这种水流的能见度的状况 那距离怎么做呢 就是会做一个比沉船略大的这个沉箱 它的尺寸呢 大概会比沉船的最长最宽的这种尺寸 各长这个一米左右的这种距离 然后呢它的高度 这个沉箱的设计的高度会有14米 考古学家首先把这个沉箱 让它造住这个沉船的这个位置 然后让沉箱的下部的6米沉入浴泥里面 另外当然还有8米是露在这个浴泥上面的 这样的话就是把这个沉箱内部的水和外部的水 做了一个简单的分割 做完这部分的工作之后呢 向这个沉箱里面去灌注比较清澈的水 让它去替换这个沉箱中间原来比较浑浊的水 让这个沉箱里面的水质达到清澈的这个目的 这样的话就解决了可以看见的问题啊 对于光源的问题来讲的话 因为有了一个外围工作的沉箱 可以在这个沉箱边缘去加载一些水下的这个灯阵 通过这个水下的这种灯阵的打的这些光 能解决整个的这个照明的问题 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水下 我们之前所遇到的看起来不能克服的 这些能见度的相关的这种问题 当然专家也对这个方案进行了认真的研讨 当时对这个方案的看法是 这个方案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方案 因为通过水下考古发掘的这种方式来提取文物 在之前有很多的这种经验可以参考 同时呢它也是相对的安全性比较好 当文物提取出来的时候 我们只是打捞这个沉船的船体 第一个它的重量减薪了 第二个呢相对来讲的话 因为文物已经被提取出来了 所以它的安全性方面会有一定的这种保证 当然在这个技术上的话 专家也提出来说还有一定的风险 这个风险存在什么地方啊 主要是空气的问题 南海这个海域的话 每年都是会有台风啊 然后还有季风的这种转换啊 比如说冬天的时候 它会刮东北的季风 然后到了夏天的时候呢 这个季风又会变成这个西南的季风 这种季风的来了以后 实际上对于整个海况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我们一般来讲的话 比较好的这个时间就是上半年跟下半年 两个风向 两个季风之间这种换风季 是最好的这个工作时间 每个换风季的话 大概最长也就是两个月的时间 每年加起来大概也就是四个月的工作时间 这么短的工作时间内 要想去做南海一号相关的这种文物提取的工作 显然是非常有限的 根据南海一号它本身的体积的这种大小来看的话 我们初步估计说做这样的一个整个文物提取完的工作 大概需要三年到五年左右的时间 在这么长的时间内 这个沉箱是一直要放在海底去造作这个沉船的 它会有一定的这种风险 因为海底的这种海浪的变化 水流的这种变化 或者说台风引起的这种风暴的变化 都可能会影响整个沉船的 以及沉项的相关安全性 同时因为供期长 所以它的费用也相对会比较高 和我们后面提的整体打捞的这个方案相比 它的费用大概会多50% 同时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在这个实施的过程中 水质的问题的话没有办法完全解决 虽然国家博物馆提供的这个方案中间 提供了一个水质能见度的解决的方案 但是其实你可以设想 就是往这个沉项里面去注入清水 且不说清测的这些水的来源 跟运输的相关的问题 就是当这些水替换完了水下的 原来比较浑浊的水以后 因为这个海底的底面 它是玉泥制的这种底面 当人下去工作的时候 它一定会产生相关的这种扰动的这个现象 人一扰动之后 这些海底的 特别是表层的这些淤泥的颗粒就会腾起来 它上来了以后 因为沉项里面是没有水流的 所以它下降的速度会非常的慢 整个的这个变清的过程 就非常耗时间 会让整个的这种工期 会拖得非常非常的长 所以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 也是这个方案中间可能考虑的不够细致的地方 南海一号古尘船的整体打捞方案 无论在世界考古界还是在打捞界都属首创 这个方案与原地打捞发掘方案 在实施思路 技术方法 工期和资金投入上都有着比较大的区别 为了保护好南海一号 对古尘船的打捞刻不容缓 那么专家最终会采取哪种打捞方案 在打捞过程中 又会遇到哪些技术难题呢 请继续收看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研究员魏俊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考古手记第二部 今天播出第四集 从想法到方案 这个方案汇报完了以后 下面就是由广东省文化厅来汇报 南海一号整体打捞及保护方案 它的想法就是 用一个比陈船稍微大一点的 这个钢结构的箱子 然后罩住这个陈船 把陈船和它周围的这些运离 按照原状固定在这个陈箱里面 然后我们再把箱子再装上底 然后不经过这个考古的这种方式 直接把这个陈箱 和陈箱中间装载的这些陈船和文物 直接运到我们在岸上的 由广东省人民政府承诺去修建的一个 这个广东海上丝透支路博物馆里面 去进行后期的这种发掘跟保护的工作 在进行这个方案汇报的过程中 汇报者也提出来说 我们这次的方案和2003年提出来的原则方案相比 应该说发生了两个技术环节的变化 第一个就是关于未来这个陈箱 一旦打到成功了以后 我们怎么运进博物馆的技术的环节 因为原来的这个计划呢 是我们在博物馆外侧的这个海岸上 去挖一个这个航道 然后直接让这个装载着城乡的这个博船 开到这个博物馆前面 然后把城乡放进这个博物馆 现在这个新的想法呢 决定做一个改变呢 是在这个周围的海岸的边上 去建一个陆地的码头 然后修建一条连接码头和博物馆路上的通路 通过这种陆地拉移的方式 把城乡拉进博物馆 这样的改变的好处是什么呢 首先就是工程的难度降很多 就是修建这个码头会比挖航道要容易很多 第二个呢 整个的费用也会 这个随着这样的工程状况的这种改变也会降低 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我们在整体打捞过程中 会形成一些辅助性的材料 这些辅助性的材料 当我们整体打捞完成了之后呢 其实它也没有太多的其他的用处了 但是呢 当我们准备修建码头的时候 这些辅助性的材料又可以拿来去建 相关的这个码头的这个设施 这些材料是什么 我们后面会跟大家讲 第二点的改变呢 就是对于这个 陈船的起钓的方式 因为在这个会议上 专家们也对整体打捞方案的这种安全性 也提出了一定的怀疑 而在这个中间最核心的一个关键点 就是我们在起钓的过程中 怎么样保证这个城乡 和它里面文物的这种安全 广东省所编制的方案里面 提出来两个解决的这个方案 第一个呢 是2003年在原则方案中间 提出来的用7000吨的舶船 来进行浮钓的这样的一个方案 同时呢 又提供了一个备选的方案 用4000吨级的起中船 来直接起钓城乡的这样的一个方案 两者有什么区别啊 各有什么优劣 我会跟大家做一个这个简单的介绍 我们首先来说浮钓 浮钓这个方案呢 实际上是用了一个7000吨级的这个舶船 来完成相关的操作的工作的 如果使用这样的技术的话 不管是舶船 还是这个起中的设备 还是浮钓的相关的这种千斤顶 都有成熟的设备 而且这种浮钓的方式 有国际上的参考经验 上世纪六四年代的时候 这个瑞典的瓦莎号军舰 做这个起钓的时候 采用了双舶浮钓的方法 就是用两个舶船 把这个沉船吊起来的 也有单舶的浮钓的这种方法 著名的案例呢 就是在2001年刚刚完成的 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的打捞的这个事件 库尔斯克号核潜艇 是当时俄军配备的 第四代的巡航导弹的核潜艇 也是当时俄军用来进行 这个反航母作战的 一个主力的武装的配置 因为当时还有很多 这个没有爆炸的导弹 是放在这个潜艇的前半部的 为了保证这个安全呢 首先把这些导弹 通过前舱的这部分 通过切割的方式 把它们提取走 剩余的部分呢 就采用了这个 单薄浮钓的这种方式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的话 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海水是有波浪的 就是海水是在不停地这种波动的 岸上工作品牌的这个浮钵 它也会随着浪上下的这个摆动 这样就造成了一个问题 当这个潜艇离开海底的 这个底面之后 它也会随着这个波浪的这个波动 会上下的移动 这样的一个局面 就会造成我们各个 钢缆的着力点之间 会产生一定的这种不均衡的现象 对整个的这种起掉的安全性 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当时的这个打捞公司 设计了一套 叫海浪补偿系统 就是通过这些 装置的这些平衡系统 来平衡我们各个钢缆之间 以及液压千斤顶的 它整个的这种绝对高度的变化 虽然上面的舶船 随着海浪会移动 但是下面的这个钢缆 和这个它悬吊的这个潜艇 会处于一个相对静止的状态 会处于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 那么这样的一个打捞呢 其实也有很多的经验 是可以被这个 我们的整体打捞项目 所这个借鉴的 我们提供的 4000吨级的起中船的 这个方案呢 是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 提出来的另外一种 备选的方案 它的这个提出来这个契机呢 是因为当年交通部 广州打捞局 正在制作一条 叫做华天龙号的 这个4000吨级的起中船 4000吨级的起中船 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就是一旦它建成了之后 它的吊力会是 这个亚洲第一 世界第三 有了这样的一个 大吊力的船 就为我们用单薄 用这个4000吨级的 这个起中船 来起吊水下的城乡 提供了一个 可选择的这个方案 当然这两个方案之间 就是浮吊的方案 和我们的这个 4000吨级起中船 起吊的这个方案中间 哪一个更好 专家们也会有不同的意见 大家呢 就是认为说 用7000吨级的 这样的一个浮泊 来进行浮吊的这种方式 有前期的经验 可以参考 相对来说的话 是比较稳妥的 而且设备呢 都是有现成的这种设备 用4000吨级的这个船 来起吊的话 之前没有参考 但是它有一个 很有利的地方 如果方案的这种安全性 能够得到保障的话 它的这种起吊的方式 会更简单 它的作业的工期 会比我们原来预计的 这个7000吨级的 这个浮吊的这种方式 要缩短很多 在经费上 当然也会缩小很多 同时它的安全性 也会有一个大幅的提升 经过讨论以后 专家们最后决定说 让这个广东省文化厅 这个在整体打捞的方案的基础上 结合这个原地考古打捞 方案的相应的这些优点 以及这一次专家会 专家们所提出来的 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 和相关的建议 再对这个方案 做一次这个深化跟调整 然后最主要的是 优化它中间的这些 相关的这种文物保护 跟安全的相关的预案 我们随后的一年 中间的主要的工作 就是针对这个方案 进行相关的计划 那个时期的话 我们再补充 进行相关的实验 再补充相关的计算 包括根据专家的意见 对我们的整个的方案 进行修改 而且对于考古队来说的话 虽然工程技术的这种细节 我们能够参与的 这个内容很少 但是在文物保护 跟相关考古的这种细节上 我们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比如说我们需要细化 这个南海一号 整体打捞之前的 外围这个 散落文物清理的 相关的这种方案 我们需要去考虑 这条沉船一旦被整体打捞成功了以后 它放进了博物馆以后 我们怎么样去保护 这些文物的安全 南海一号打捞成功了以后 放进了岸上的博物馆 虽然我们会在博物馆里面 去建一个巨大的水池 会模仿一个海洋的环境 让它进行保存 但是在这个新的环境里面 它的海水的深度 它的相应带来的这种水压 还有温度 还有微生物的相关的情况 都会发生变化 这种变化的情况 会对南海一号产生的一些影响 这个是文物保护人员 或者说我们考古人员 需要首先考虑的问题 那么经过三次大的修改调整 以及多次的论证之后 我们认为 整体打捞方案的 所有技术环节已经成熟了 于是广东省文化厅方面 就向国家文物局提出申请 再次进行专家论证 国家文物局就在2006年的6月份 又一次组织了 全国性的专家论证会 在这次方案论证的过程中 专家对于我们修改后的方案 应该说是比较认可的 认为它的设计的指导思想是合理的 它整个的设计的工艺流程 是切实可行的 而且达到了施工所需要的 相应的这种状况 作为考古人员来讲的话 我们当时心情很激动 因为这个方案一旦被实施了之后 我们很快就会让这个海底 已经沉没了800多年的这条船 能够重现事件 我们能够亲眼看到这条船 保存的状况 以及我们能利用它 为未来的我们的海上四周诸多的研究 为未来中国海洋史 跟海洋交通的研究 提供非常宝贵的 这样的一个实物资料 在2007年的1月份的时候 我们的第一支水侠工程队 就又进到了南海一号的沉船 那个区域 他们的任务其实当时很简单 就是把这个沉船表面的 这些运力要抽开 然后在沉船的表面去 安装一个L型的定位框架 把这个沉船整个的照在里面 为下一步的这种整体打捞 去做准备 当时预计的这种施工的时间也不长 认为在20天左右 最多一个月 就能完成相关的这个 定位架安装的这个工作 而且大家可以回去 好好的去安稳地去过一个这个春节 过完春节以后 再到4月份开始相关的打捞的工作 但是没想到很多实际的情况 会不断地发生这种变化 当这个工程队进场了之后 他们在安装这个定位架的过程中 当把这个船头的这个玉泥抽开的时候 发现原来我们认为船头所在的位置 它其实是暗藏在泥下 大概一米多深的 这个位置上的一块巨大的迎接物 就是它实际上不是船头 这个消息一传来之后 让大家非常紧张 就是我原来的设计的成像 已经不能满足整体打捞的需要了 我们的整个的工作 还能不能进行呢 面临着这样的问题 怎么样去克服呢 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说